在台北说到年货大街,人们自然会想到嫡化街。 春节将至,位于台北市大同区的嫡化街,年味浓郁。 街道上方红色的条幅和灯笼将沿街建筑布置得喜气洋洋, 街道两旁各类年货琳琅满目,商家则不断向过往民众热情推销着。 台湾民众过年选食材或送礼都讲究豪彩头, 因此,有乌鲸别称的乌鱼籽在嫡化街成为畅销品。 主要是乌鱼籽,乌鱼籽特别很多人喜欢, 因为乌鱼籽它有乌鲸嘛,它是俗称乌鲸,就是裁员广进的意思, 然后它又有多子多孙的寓意在,所以是个很好的彩头, 几乎家家夫妇都很喜欢,都会准备这个品项。 嫡化街是台北第一个年货大街, 从清末至今,嫡化街一直是台北大稻城商圈的核心, 是南北货、中药和布匹批发商集中地, 如今也是台北市保存最完整的历史老街。 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街道上, 王丽萍透过民众采购年货的活动, 也见证着其中凝结的家庭情感。 我以前的客人,他带着小朋友来采买, 现在是他的孩子,在带着他的孩子来采买, 你就看这个世代的交替, 然后就是家里的人那个感情, 凝聚力很好,我对这件事情特别感动, 所以我们的很多客人都是一代一代的接着买的, 我特别喜欢。 除了采购各式年货, 来迪化街、咸海城隍庙烧香祈福, 也是人们春节前的一项重要活动。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,香火鼎盛的庙宇, 咸海城隍庙每年春节前都会向民众派发春联、 福字帖,送上新春的祝福。 帮家里面的人求身体健康的, 天真岁月,人真瘦, 然后这种福满前分,福满门, 这种就是比较吉祥化的, 其实还是以传统的这些为主, 但是创意的其实现在很多人会用直接印刷的, 但手写的这个呢, 还是最珍贵的, 所以其实手写的就是要写这些传统的这些话语跟吉祥话。 热情的年货卖家,香火鼎盛的庙宇, 熟年将至, 展现台湾市籍传统和历史的迪化街, 在此时饱含了人们对年味最真切的感知。 我对年味的理解就是家人团聚的, 希望来年新的一年让我们更顺利, 更顺遂。 根据台湾社交网站调查, 迪化街是台湾民众半年货的首选, 每年年货大街活动吸引超过一百万的参与人次。